长达15分钟的不知所措后 郑仲基失神了半天说 这是杨千华和郑仲基各自成家后 首次同台合唱情歌 于青年宏观演唱会的第三场 郑仲基没有做和薛凯奇 陈慧玲合成制造浪漫时的修行装扮 而是特意换了身酒红色西装 那天脚踩红色高温鞋的杨千华 刚从圣巷台上现身 台戏就爆发出弦般无缓的欢呼 音响的声音完全被声浪淹没 他俩也被歌迷的激动情绪感染 步调一致地跟着音乐摆动起来 一曲完毕 杨千华还和乐队隔空斗了魂骨 郑仲基就站在他身后 宠溺地看着他闹 直到杨千华转过身 他才若言可见地紧张起来 反复整理衣服小动作不断 杨千华说儿反坏了 担心刚才唱得不好 他才携手想帮忙查看 到了金钱又顿住 只是说 心儿反拿上来 郑仲基在一天指挥 杨千华因为分不清左右 懊恼地蹲了下去 他见状也蹲下身埋起了点 44岁的人 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拒出得像个矛头小子 因为那天刚好是大年初二 杨千华照例给歌迷们拜了年 也许是想到了这天 是出嫁的女儿带丈夫回娘家的日子 帮忙去团队和哥哥家 开始杨千华转移了话题 结果继于无伦次后 主场的他又表演了手拿话筒 冻结在原地 杨千华只好再次转移话题 想抬起歌迷逃水 这一次郑仲基终于回过神来 慌忙跑去拿了水 还贴心地插好了吸管 不知道歌迷祝千华生日快乐的时候 郑仲基有没有想起自己那首2月3日 但从杨千华开始唱《闭目入神》之后 他的目光再也没离开过他的脸 唱歌的人闭目入神 听歌的人往眼欲穿 也许是他闭着眼 他才敢肆无忌惮地看 也许是怕错过对方睁眼的机会 所以一直不肯穿过脸 杨千华唱完第一段歌词后 他立刻带头鼓掌 杨千华问他自己厉害吧 他马上笑着连连点头 明明是自己的歌 合唱时却成了合声 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对视 就兵荒马乱倒晃了词 唱到凭着心一根一热盆 更是干脆不再出声 其实至少表面上 他已经尾装得很好了 只是听到对方 让自己不要放弃音乐时 让从左手换到右手 又换回左手的麦克风 还是泄露了一丝心绪 或许他不再是恋人了 他一扫就不是无赖的 但同我的心 又怎么能装作故事发生呢